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OT 亥亚BOT 变成了非常有名的slogan 可是你不要以为那是戏里眼 那是真的 六年来BOT更严重 问题更多 是的 没错 现在是上若 这个上到山到海底全都是BOT 连里岛也要BOT 有一天到连我家都BOT了 为什么说我这一点都不夸张 各位 我只讲一个数字 一兆新台币有什么感觉 台湾一年的GDP也不过是16兆而已 就有一兆的台币因为BOT给浪费掉了 一点都没错 但我的问题是 这一兆的钱都会到谁口袋呢 我们来细数从1998年到现在BOT 现在炒得最厉害的就是台湾高铁 台湾高铁现在已经被我们的交通部恐吓 它会破产 破产我们要拿多少钱来接手 我们刚才不是说一兆吗 其中有7000亿就从台湾高铁 就可能要从我们老百姓口袋 每个人要负债超过1.3万 来供养一个所谓台湾高铁 所以全世界最大的BOT1 打一个差 失败 好 这样只有失败一个吗 没有 我们说我们希望个机场 机场有个机场捷运 喊了多少年看到香港机场捷运也盖了 这个北京的机场捷运也盖了 我们的机场捷运在哪里呢 好 政府说政府没钱 那我们就BOT嘛 好 那我们就支持你 BOTOK吗 就搞了半天 BOT又变成政府自荐了 而且重点事情到目前为止 还在跟日本一家公司 就所谓机电部分 还在打官司 但是说好的我们的机场捷运 现在也是一个梦幻 到目前为止 还是梦幻 不只如此 像台北101 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台北101是台湾的骄傲 结果竟然让一家 魏家用37%股权 而且还是卖家 是用折价的方式卖出去 结果竟然掌握了101 第一 说好的台湾的荣耀 竟然落到所谓魏家手上 还不止如此 美和氏 这个有亏了110亿 台北大巨蛋 这个一定要讲这个 这是大灾难 等我们来谈这件事情 所以从捷运告诉我们 从台湾高铁一路到的台北大巨蛋 可以说弊端重生 事实上是从台湾北一直到屏洞 都弊案重生 现在离岛都可能有了 但是请我们观众注意一下 眼尖的人一定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机场捷运是从海到哪里 台北到桃园 台北一定在哪里 在台北 美和氏在哪里 美和氏在以前的台北线 但是属于台北捷运 然后台北大巨蛋 这个现在我们都要讨论 这里有很多故事 有没有相信一件事 大巨蛋不能打棒球这件事情 在哪里 在台北 台北大巨蛋 大巨蛋不能打棒球 这是什么鬼啊 等一下好好说进去 是一定要讲 台北捷运站在台北 ETC从基隆到屏东 也经过台北 天啊 你讲的几样 全部都在台北 那请问一下台北市长 以前是谁啊 我的老天爷先当总统呢 好 不过这也不重要 重要的事情 我们一件一件事来说 这里面加起来金额 连一个北投缆车 都有人会涉及收惠 缆车欸 那是一个观光中心 所以你看到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这件事 这一兆钱 我们要向谁追讨 今天网友在网路上 讨论纷纷的BOT 让他们质疑到什么程度 有一句顺口六这么说 你讲台中歌剧院 歌剧院不能听唱歌 你说台北大巨蛋 大巨蛋不能打棒球 这个顺口六 还有呢 大盆湾本来是用F1赛车的 就F1赛车也不能走 今天球迷在听这个表格 看这个表格最有感 为什么 当你告诉我台北大巨蛋 2017世大运 可能看不到棒球的时候 很受伤欸 是的 没错 就是要快发生的 因为我们知道再过 现在是再过三年 我们就要怎么样 在台北就要有一个 就是说这个全球的这个大学 这个预奉会 世大会 那世大会呢 本来预期有一个棒球赛 但是问题是很可能不能走 为什么这样子 我们先回顾到1991年 1991年发生什么事情 那时候职棒赛要进入到中赛 一万多的球民蜂涌到这个国家的 这个我们台北的球场 然后这要看开赛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下大雨 下大雨 所以你看到在几十年前 那个1991民国80年了 是 下大雨延下多少人伤心啊 那时候大家说 我们要打巨蛋 我们要打巨蛋 其实我们当时总统姓李 叫李登辉总统 他说我听到了 我们帮你付个巨蛋好不好 所以台湾的巨蛋梦 就是那个晚上喊出来的 而且是为了打棒球来的巨蛋 是 一定要讲清楚 为了打棒球的巨蛋 要把这讲清楚 好 接下来 这个给我巨蛋完之后 就有个巨蛋的梦 但是很抱歉 一直到松烟 结果要来做巨蛋 好了 那松烟巨蛋 我们的球迷很开心 我们终于有巨蛋 梦想越来越近了 而且重点 那巨蛋的名字叫做 文化体育场 我再请问一下 我们英俊的主持人 请问一下 这文化体育场 你有听到任何商办吗 没有啊 有听到这个购物中心吗 有吗 没有嘛 叫文化体育场嘛 然后让你运动 好了 重点来了 结果搞了半天 他们所谓的大巨蛋 竟然面积远小于 所谓的商场 跟所谓的这个shopping mall 什么意思 那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当时呢 这个好龙斌跟马英九 就决定说 我们来搞一个松烟巨蛋嘛 好 那就把整个案子呢 就做了一个很完整的规划 它的名字叫做 文化体育园区 对 文化跟体育 那么是以巨蛋为设计的核心 所以主体看到 应该是一个巨蛋嘛 对 那么大巨蛋总楼面积呢 为9.6万平 就是我们值得一些商办 那里面呢 还有这个包括了 就是说 整个扣掉所谓的楼地板层呢 你大概是9.6到3.5万 这个地下楼层 我告诉你 球迷一点都不care 好了 我讲这些都是 我讲 光看这个壳大心 你就爽起来了 是是是 我就开始逐一个梦 我可以在那边看球赛 我可以在那边呐喊 没错 我们就是要一个呐喊的地方 那结果咧 结果我们这个 一直招标都没有成功嘛 对 结果就有人来出来说 我来 这一来的时候 整个条件完全改变了 为什么改变呢 原来我们的巨蛋 巨蛋变小了 商办变大了 原本只有9.6万平 就出来结果是 其实变14.9万平 什么意思 你说一刚开始 你要给我的是一座 文化体育园区 有刚刚你说的这些 有 相对应的面积使用 主要是巨蛋 然后旁边有一些 商办文化中心 改啦 结果改成是什么 天啊 天啊 结果是什么 巨蛋变小了 但是商办面积 从原本预计的9.6万平 扣掉3.5万 应该是只有6.1万平 变成14.9万平 所以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怎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每个都在这个地方 各位 以商业促进发展为前提 这怎么可能发生呢 不是文化体育吗 怎么变商办呢 好了 所以一个260亿 要给我们的巨蛋梦 竟然给我们是商办 我们继续开下去 所以我们要一个巨蛋百货公司吗 这怎么可能 好 那我们这样讲 至少有巨蛋嘛 对 OK 那我们应该要开心点 但是重点来了 我们说所有的球场 它都有一定的规矩 是 应该符合国际规格 所以才有国际的球赛 常常产生嘛 我们刚才讲 这次的四大 这次我们说的城市大学 所以1991年大吶 我要巨蛋 我要巨蛋 对 我们等着再巨蛋 可以挥棒 是的 看我们要一个国际性的赛事啊 而且希望全球最棒的球队 来台北打球 是不是这样子 来吧 来吧 没有了 为什么 这是因为为什么 第一件事情 所有的规矩都有设定的 一垒到三垒的面积应该是 长度应该是175公尺 是 结果这个规矩错了 因为为了这个缩小的面积 它变成只有140公尺 只光175变成 有些还是到190喔 结果175变140 对不起 这就完全不符合国际赛事 它的高度 从原本的三层楼变成四楼 所以你看到一个极高的一个大楼 但重点来了 它后面的本垒的高度呢 也拉高到80公尺 所以你看棒球的时候 球比你还要低啊 对不对 你就看 好了 怎么办 这么漂亮的一个巨蛋 在台北市中心 这么重要的繁华地带 原来要给我们许一个巨蛋 结果巨蛋既然复不出来 现在已经是到2015年了耶 所以人民大家想问 你今天花了差不多200到250亿 盖了一个台北大巨蛋 我们的巨蛋梦呢 我们的棒球梦呢 你居然告诉我说 2017的世大运我看不到棒球 所以有人就愤怒的说 台北市政府给我说清楚讲明白 所以毛院长在2013年的时候 他曾经讲过 我们的BOT案都是半调 才真给他说中了 而且后面都变更 都在后面一瞬间变更 其实我们刚才讲 金站不是这样子吗 金站上面的楼房竟然可以卖断 好了 这个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是有一个人在伤心了 所以巨蛋居然盖起来不能打棒球 是 而且是2015年的现在喔 那也就是说 难道我们过去没有别人有经验 可以把巨蛋孵起来吗 我们来看一看巨蛋这两个名字 我们看日本 人家日本好几颗蛋 他们怎么盖的 讲到这边我刚刚不是有一个地方讲 讲得很快 连杨带刚可能都要流眼泪了 我们知道现在在日本 最有名气的台湾球员 哇 你知道日本的那些姑娘 樱花姑娘看到他 活腿队的杨带刚 受不了杨带刚 是不是 来 他就是杨带刚 杨带刚在巨蛋 打了N多支这个雷打 那么就知道原来有个叫做 扎晃巨蛋 扎晃巨蛋什么时候盖好 在2060之前就盖好了 所以比我们之前搞 早了几年 8年耶 是 距离现在至少8年到9年左右 所以理论上这个巨蛋 应该是比较老巨蛋嘛 它的技术应该比较落后嘛 因为我们是新巨蛋 我们技术应该比较好啊 这一颗蛋比起台北大巨蛋 应该旧一点 老一点 但是事实上 我们看到是感动 你看到这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 冰天雪地 这什么地方 对 这里面 一年有五个月是雪地 在日本纬度比较高的地方 你想看 如果一年五个月的这个雪 那会有什么结果 那么雪压在这个 我们说的屋顶 屋顶会怎么样 会塌 所以风跟雪 是它的最大考验 在北海道这么冷的地方 这颗蛋长得还蛮怪的 是的 所以主持人 我一个问题了 既然最不适合盖巨蛋的地方 都可以盖起巨蛋 那我们台北松烟适不适合 赶快看人家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 类似海榻的一个形态 为什么 因为那边雪居了很多 所以它就 为了让雪 不要在这个屋顶上面积雪 但是因为 这个我们说的北海道 有这个东北激风 什么叫做像是一只海榻 趴在屋顶上 就像这一只 各位 为什么要设计这样子 圆不圆 扁不扁的造型 所以这边 这边是东北激风 一吹 原本的激雪就被吹开 在激雪还没成冰之前 就吹干了 但是设计不是这样子 这个可是大计划 它是从94片的板块 透过三万的日本工人 把它盖起来的 拼拼拼 拼起来的 所以利用东北激风的力量 让风一吹过来 风雪就顺势滑下来 对 当时的设计师 看到五个月的激雪 其实吓到 但是重点来了 那想想看 它如果是这样的话 应该里面是暗明蒙才对 就是黑压压才对 就是啊 不对 它是设计许多的 漂亮的透明玻璃 在这周围 没有 即便是白天不用开灯 不用开灯 里面也是亮的 你说暗明蒙 电费应该很凶 那又是另外一个 你维持场站的开销 是的 没有 第二神奇的地方 就是白天的时候 你不用开灯 里面就跟外面的阳光一样 你是说它把光借进来 是的 所以白天根本不用电 没错 它怎么办到的 重点在这个地方 这是第二件事 最神奇的事情 你有没有听过 这种天然的草皮 会自己移动 天然的草皮 草皮长脚 自己能移动 就是种在地上的草皮 是真的 它竟然可以移动 为什么这样子 它设计第三个 最神奇的地方 讲完之后就很心酸了 我们台北有这个能耐 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 人家做球场就是做球场 现在我们的台北巨蛋 只能踢足球 不能打棒球 动起来了 这个是缩时摄影 看起来的 它慢慢慢慢的动 它壳底转弯 对 然后这个草皮 已经从外面 你刚刚提到的 是的 露天养得漂漂亮亮 蛋跪生蛋跪生的 那个草就运进来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在巨蛋的壳子里面 蛋的里面 温度 湿度 调控得宜 你继续养这个草 没错 而且重点事情 看足球跟看这个棒球 这个椅子也不一样 你看 刚刚 你看正在收的 本来是打棒球 累包的这个相对位置 都还在 它收掉之后它想干嘛 你可以看到 慢慢的 它可以变换场地 把里面的东西 刚棒球 你现在想踢足球是不是 我换一个足球场给你 一样有草的 而且不断换足球 它连这个所谓的椅子 都可以移转第四个神奇 所以我就不懂了 在2006年 就可以盖出 这么漂亮的彰晃球场 连这个所谓的天然草皮 都可以转个弯 躲进巨蛋里面 避免这个所谓的冷空气 你看到 看到 刚刚椅子稍微动了一下 然后草皮好像穿上直排轮 就这么滑进来了 没错 所以即便在冬天 春天 里面一样 看到没有 这个变成足球场了 是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件事 日本人在2006年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结果台湾透过BOT 到了2015年 还做不到 眼泪都流出来了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是扎晃的巨蛋 对不对 这个巨蛋 各位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的 很像是这个眼镜造型 你可以看 它是一模一样的两个场 这个是露天 我们通常讲的巨蛋 只有这一颗 对 没错 它这一块 我现在画斜线的这一块 很大一块 它也可以办这个所谓的商办 商场 一样可以 对 一样可以办展览活动 一样可以做一些活动 但是重点来了 他们就是体育场 就是体育场 哪有说我们变体育场 之后变成不是文化 也不是体育 最后变商办 而且政府还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说一切都合乎法律 所以你看 当你敷一个所谓的巨蛋梦 你希望在里面看一场像样的棒球赛的时候 现在要非常残忍的告诉你 2017的第一帐 你看不到了 世大运已经确定 在里面你看不到棒球赛 巨蛋没有办法在试运会打棒球 大家很心碎 蔡总 所以现在蔡总要带我们来看到 另外一个台湾可以说 油气区最大的BOT案 大棚湾 这个位置在哪里 在屏东的东港 其实我去过 我看了以后 我假如说 我是从国外看一看 其他的这种设施来看 真心胜 怎么说心胜 这个BOT案 号称台湾最大的油气产业的BOT 对 那257公顷 投资内20亿台币 20亿的大棚湾BOT 各位我们先问一下观众朋友 你讲到大棚湾你会想到什么 要是我第一次 你会想到 全部都是赛车 忽来忽去的赛车 问题是20亿砸下去 难道只有赛车 其实大棚湾这个地方 很神秘的 很神秘 其实早在2004年 就跟大棚湾国际开发公司内 BOT签约了 现在已经满10年了 应该要全面的营运 但是这个BOT案 居然现在只有三个项目完成 一个就是赛车场 这个镜像想的赛车 对不对 另外一个有换点 再过来现在游艇港还在兴建 所以当地的地方人士 东港的人一直在讲 你要赶快做好 对 你做好了以后还拥地方 对 但是这个BOT案里面 还有很多的项目 现在高虎球做不起来 因为还品没有过 是 然后其实最大的卖点是什么 是哪里 是一个水上油气区 但是现在连码头都没有 民众进去 不一定只有开赛车 要在这边水上的活动 这个东西都没有 所以大部分的水上活动 是非常吸引人 它有内海细湖 对 它有外海 非常漂亮的海岸 对 它的卖点就是细湖 对 但是现在居然把20亿的投资金 有一半 10亿全部都投在赛车厂 你看到这个什么 哇 这个随便一台不是好几百万上千万 超跑嘛 那个超跑都几千万的 所以你看 花了这么多的BOT案 我们是希望一般的民众 都来参与 现在变成富豪的秘境 对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有人去过这个地方 那什么 Snowby Snowby 你真的要这么讲卡通吗 大鹏湾的国际赛车道 全场3.5公里 但是呢 哇 弯弯曲曲 你说这个是它的赛道吗 对 3.5公里 你假如从空中鸟干的话 长得就像Snowby 那它故意绕一个Snowby的样子吗 这个赛道为什么 刚好绕出来是Snowby 这个是有内情的 不是故意的 你再看下一张就知道 这个地方 居然不满了什么 还有弹药库 自强柔 这听起来非常的 堪乱时期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是有相当的一个历史秘境 不是只有在天然之眼的秘境 还有历史文化 日本的时候日军 还有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军 这里面有很多的设施 结果当时在BOT 要建造这个赛车道的时候 这个是古迹 这个是古迹 你不能拆掉古迹 所以你就要闪过这个弹药库 闪过这个古迹 就要弄成一个什么 Snowby的造型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日据时代的 你看这个名字 你就会想到说 这个已经很有历史了 这一看就知道是日本的 日据时代的 对 日据时代的 还有这个弹药库 这个都是国防部留下来的 而且这个历史 如果从日据时代算起来 真的有八九十年有 有 其实这个地方的历史 还真的是一个非常动听的故事 1922年 日本大政12年 他们定出了一个国防大政 是把美国当成最大的假想敌 是 准备 已经准备好了 要准备怎么样 对付美国了 对 那当时 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 是 所以从大鹏湾 变成日本南境的一个最前线 对 准备要去攻打这个什么 李宋岛 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是非常重要 但他在这地方 设立了什么样的设施 水上飞机场 还有金兮的工厂 甚至因为要支援军方 拉一条铁路 就拉到大鹏湾 更厉害有什么 日本的潜水艇的基地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整个码头港湾 在过去 连潜水艇码头都已经设到这个地方 所以俊相我老实讲 这个全世界非常有观光价值 你游客来了以后 结果没想到 在这个赛车场的下面 有碉堡 有地道 甚至有在水里面的潜艇的基地 你看充满了观光之眼 二次大战之后 国民政府把他接收 国民政府就把空军参谋学校 空军用校 从北京 南京 把他迁离到东港来 就放在这个地方 还有更可歌可泣的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训练什么 早期黑猫中队的灰心炎 冒着生命的危险 就是从大盆光这个地方起飞 起飞到敌后 然后去空搜 冒生命 有些打掉就下来了 那时候是伤亡惨重 所以我们必须要向这种 空军的英雄致敬 他们当时就是在这边做训练 最精锐的这些飞官 飞行员 就从这个地方训练出来 所以你说这里有没有历史的价值 有嘛 历史的价值 要不要保留 当然要保留 而且这个地方的建筑物 你去一看 我去看了以后 我觉得建筑物是非常美丽 你可以看到 八九十年被遗忘的时光 好像冻结在大鹏湾 好像被你带进历史 对啊 就因为它冻结了 冻结了差不多81年 直到后来空军又笑裁车了 然后后来有空军的空环基地 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到了2003年才解禁 才80几年 蔡总 大家会想知道说 既然有像你说 这么珍贵的历史价值 在这个地方 活历史 今天你BOT 10亿给它砸下去 20亿砸下去 一堆这样超跑的赛车 大人绕来绕去 绕出一个史努比 其实我觉得很奇怪 全世界我找不到任何一个赛车的BOT 是绕过这个重要的古迹 人家日本的那个时代 那个是欧陆的古典的造型 还有回廊 也有一个蓝阳的建筑 但是这里面去年6月发生了一件事情 有一个赛车的一个选手 王姓的选手 在那个直线比赛的时候 哇 不信了 不知道怎么样 过世了 所以这个事情 当时就像这样子 直线加速 这是当时的画面 对 撞上去看到没有 他撞到那个黄沪南 就隔天就过世了 隔天就过世了 哎哟 就这部白色的车子 对啊 镜头差点追不到他 好 然后待会会另外一个角度 你可以看到 出事前的那倒数三秒钟 就这么样子 这个就发生在去年的6月 6月 那当然检方后来去查以后是说 他没有做好一个刹车的这个动作 但是也有车友之意 一般国际的赛道 这个大概缓冲的区域 应该有800公尺的长度 结果我们这个大盆弯 只有300公尺 就这样撞上去 所以现在大家追究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 当然后来去调查的结果 官方给我们的版本是说 车子的问题 刹车失灵 机械的问题 场战设计没有问题 可是专业的这些车友 他们说哪有没有问题 你看这个预警距离 800公尺 300公尺 缓冲的距离 对 缓冲的距离 因为我也上网看了 的确很多的车友 那车友都是Pro的 都是专业的 还说回答的赛总 他们都说认为 这个赛道的缓冲不太够 你看 我们刚才看台北大巨蛋 也不合规定 搞到后来 标准的棒球赛 搞不好举办不了 然后再来 连个赛车场 国内唯一合法的 现在可能也不合规定 这样都是半吊子 半吊子 然后我们来看别人怎么做 别人是怎么做 其实呢 马来西亚 我们一定觉得说 马来西亚 比不上我们嘛 东南亚的国家啦 没让它进步啦 在距离吉隆坡 大概一小时65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叫做雪邦赛道 1999年 它花了1.2亿美金 然后呢完成了这一个赛道 这是标准的F1的赛车道喔 F1喔 我们这个大鹏湾是做不到喔 F1喔 F2喔 我们是F2喔 这要搞清楚喔 它有非常漂亮的直线的车道 而且有连续15个转弯的车道 哇 国际级 而且这个主观众席 就容纳3万人 旁边啊 临时的观众席 有8万人 总共加起来十几万人 你看 这么大的一个场地 雪邦赛道不是一个赛道 它就是一个点燃 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所以我们看到了 你知道这样 下来以后 它购物节 还有整个观光的效益 3亿美金 3亿美金 将近100亿的台币 100亿的产值 然后点火了以后 整个马来西亚的观光 是不是被带动了 带动的时候 1999年 就是没有这个雪邦 所以赛道的时候 马来西亚一年的观光客 500万人 你知道它去年多少 2500万 台湾的三倍 台湾的三倍 每投资1亿 然后每年赚3亿 这是怎样 所以你比较一下 人家马来西亚 它如何用一个雪邦的赛道 A1的赛车的场地 然后带动周边的赛车的观光竞技 然后配合了购物 带动整个马来西亚的观光 你觉得这样的建设 是不是值得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了BOT 你看看 看看别人 看看自己 我们看到了巨带 我们看到了赛车道 哎 金黄 人家说 山也要BOT 海也要BOT 金箭海也要BOT 小琉球 现在也要BOT 海蓝天的风情 然后你喜欢那边在那种 小镇风光 对 乡间小路 弯弯曲曲的走来走去 散步很悠游很自在 然后你也喜欢那边的朝间带 喜欢那边看珊瑚礁 那一些环境 其实都跟我们台湾本岛不一样 所以你去那边 你会有度假的感觉 因为你很放松 但是呢 现在那个地方 竟然 我们大鹏湾国家风景管理处 要把它给BOT出去 它要干嘛呢 它要在西北角的 有一个叫沙马基营区的地方 因为它现在外包的业者 到齐了 它把它收回来 它把它盖成一个国际的 那个度假饭店 一个度假村 所以你在这边就会看到 一个度假中心在那个地方 你说这个无敌第一名的海景 要把它让财团独揽 靠着这个海景 去赚人民的钱 对 然后我告诉你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嫌原来 就是他本来一年只能收13万 那他现在希望能够找一个财团 在那边盖一个国际级的 度假村 度假中心 然后跟他收大概799万左右的钱 然后他觉得他这样子 我有业绩可以跟什么 跟国家交代 那你知道他只是为了这700多万 可是他可能是牺牲了 这整个小琉球的生态环境 怎么说 因为你知道小琉球 其实你如果有去那边玩 就知道现在小琉球怎么样 它已经很挤了 因为它的巷道都不宽 所以你现在去的时候 它平常交通就已经很窄了 那个地方已经开发饱和到一个程度 你知道小琉球一年有100万人次 这么多的游客人数 这么小的地方搭船过去 一年都有100万人次 对 而且这个地方有趣的是什么 台湾其他地方有人失业找不到工作 在小琉球这个地方 是很多工作找不到人做 因为游客很多观光业 根本找不到卡序来到啥 大部分的游客到现场去的时候 塞在那个地方 然后人挤人 你不要讲说未来想像的 你光看这是现在 现在这个人光是在海边 大概等着上船要回东港吧 排队到很久 排了好几圈 对 你现在光是在那边排队 你知道最巅峰的时候 你排队排到一个小时都不过分 你知道吗 那你想想看 你如果要再来一个国际级的度假饭店 它再增加比如说 再增加两三千人次的那个分量 你觉得到时候的人需要等多久 没办法想像 然后你再想想看 现在岛上的水电已经不够了 因为民宿已经越开越多了 那所以已经越来越多的游客进去了 那它现在已经不够 你再多了一个进去之后 那请问一下那边要怎样 常常要断水断电吗 不会吧 所以这么蜂雄而来的游客 会对它的水电造成很大的负责 对生态也是很大的破坏 对生态其实是最大的 为什么 因为小琉球有很丰富的朝鲜代 然后那边的珊瑚礁也很有名 那最重要是有小琉球之宝 叫做绿溪龟 他们把它当作镇岛之宝 你看很可爱的绿溪龟 哇 这是保育类动物 而且小琉球绿溪龟是全世界唯一 它常住在这地方 四季你都看得到 对 一般别的地方 就这个以外的都是 它是回游生物的 它要回来生蛋 你才看得到它的 对 然后你知道绿溪龟 在对小琉球来说 它其实一年大概会上岸 大概35次 然后在那边大概一年 可以产4000多颗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小琉球的绿溪龟 真是当地的宝 我们不禁想到了 几天才在离开的阿河 台湾人的生命教育 会不会让绿溪龟 变成小琉球版本的阿河呢 我们很担心 关于BOT后面 还有更多令人担心的 阴阴暗暗的那一面 还要回来 要告诉大家 昨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了 加盟杯哥的林老板林太太 他们有更多切身之痛 不要走开